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一个新的月份 一个新的开始 农历 二月初一 我们不要再回到一个月前了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可能我们每一个 不管是收看直播的 还是我们每个中国人 都经历了一个特别难忘的一段时间 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 我觉得虽然疫情在不断的发展 但是也在不断的向好 同时的话 就像我们所处的房地产行业 其实大家也在特殊的时期 一直在做着非常积极的一些应战 不管是我们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去承担着它的这种社会责任 还是说我们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的物业公司 都在这个时候走在这个行业 或者是这个疫情的一线 其实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其实我们的直播间 也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特别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很多职业者因为特殊的原因 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线下去看房 但是我们不管是媒体的同仁 同仁还是说我们的很多房地产开发的企业 以及项目都在这个时候 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进行着这种交流 及时的传递着我们项目的一些动态 一些信息 希望还能够和大家保持着联系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 陆续的推出了多个项目的线上这些直播间 今天我们就做个天方景乐府 为大家带来一个不同的项目的介绍 我不知道卢老师最近这段时间 做了这么多场直播 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种线上置业 或者是线上的这种信息交流 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通路 或者说是我们也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做了这么多场直播 然后从数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网友对于这种形式已经越来越接受 原来我们可能会想买房是一件大宗消费品 大家肯定是需要到线下先去了解 可能线上的话是一个基础信息释放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消费者 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数据 包括跟我们的互动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形式 好像也在发生着一些 跟之前相比 我觉得正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 数据上的话 我们最近做了这五场直播 我们看到差不多已经超过50万人次的观看量 是的 然后评论互动数的话 差不多也是破了万条 多了 多了万条 就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对于这种线上交流的方式 已经越来越熟悉 而且也改变了原来大家从网上获取信息 特别简单的这种方式 您觉得如何 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样子 今天正好是2月的 这个2月初一 从我深刻的感受到整个这场疫情 这还真的是年算是 年算是到现在一个月 这一个月突如其来给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的工作 包括对我们的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应该大家就知道 它是一个场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件事 它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或者我们的房地产 我们的楼市出现问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明确的感觉到了 在这一个月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活力 和我们的消费活力依旧存在 依旧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觉得大家线下是不敢去了 那么大家在想到 我们能不能通过线上这种方式 能不能通过线上方式 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样应运而生 不得不说2003年的时候 非典的时候 应该说2003年非典 我们造就了淘宝 造就了京东 对对吧 互联网电商 那个年代 到今天的这种行业巨头 行业巨头 真的是让非典成了一场契机 那么难道我们今天 这一场的疫情 实际上这场疫情的 这种对人们的心理的紧张程度 远远超过03年非典 03年非典我是赶上了 赶上了 那个时候我还满世界坐飞机跑呢 你现在都不敢出门 对 不敢出门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呢 带给我们的可能真的是我们行业的和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网友包括我们全部的叫做市民 我们人们的一种消费习惯接受习惯这样的一种改变 这是我的认为 对 这种改变其实就是像刚才卢老说的 我觉得特别认可 就是并不是说是因为比如说像房地产市场遇到了什么问题 然后发生的变化 而是说在整个大的这种环境下 所以大家的这种对于职业的需求 然后以及我们项目的接下来在全年的一些计划 动向等等的没有发生这种本质性的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通过技术手段 然后来去把我们和线下的网友进行一个有效的连接 这种信息的传递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项目在当下 特别是一季度都有很多一些很好的政策 包括一些具体的节点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种疫情可能对于线下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让线上的这种持续性的信息释放 实际上的这种持续性的跟大家这种积极的交流 是为了疫情之后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很顺利的很柔和的这样的一个衔接 所以我觉得我们各个多个项目一直在启动这种线上直播间的话 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今天我们是做这个天方景岳府的线上直播间 也是我们天方在这个疫情期间应该也是第一个项目去启动的这个线上直播间 而且景岳府其实如果对于这个项目有一定的了解和关注的话 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们景岳府其实也有很多的项目的一些特点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为大家一一的娓娓道来 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镜头 也看到了坐在我和卢老师中间 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天方景岳府和天方天态项目的营销负责人 赵明远 明远总 你好 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方景岳府项目营销负责人赵明远 今天很高兴能在天方景岳府的线上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沟通 好 接下来也是希望明远总能够给我们带来特别实惠的一些干货的信息 包括景岳府的一些项目的动态 刚才我跟卢老师分享了这段时间 我们做这种线上直播间的一种体验 我不知道明远总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这种动作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各个售楼处也都是关闭的状态 但是我们项目的节点和营销动作实际上还是没有停下 所以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您有没有关注 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其实我非常同意二位老师刚才的意见 因为对于我们科学商来说 这个线上的营销是必然的我们会重视的一个营销渠道 而且对于客户来说 现账局倒也是客户的职业过程中所必然的一个过程 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进步 我们消费者的习惯也会从不停的变化 对吧 比如咱之前都是PC端 对吧 现在逐渐的转换 所以说我们随着科技发展进步 我们的营销也需要随着这种进步不停的创新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其实每个人不管是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 都会随着时代发展 技术的推动再去发生变化 就像我们原来可能去不会去理解这种电子商务 能够在十多年发展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几乎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孔不弱 没有大家去很多想象不到的这种不可替代的东西 都发生在这种互联网或者说是这种电子商务的时代 胡老师我查您一句啊 这个昨天的时候 我们家里亲戚嘛 孩子在幼儿园 幼儿园拿回一张纸来 这个幼儿园的让小朋友们的告诉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要学会电商 学会在网上购物 OK 实际上每一次契机 都会推动的新的消费方式 或者说叫做消费方式的往下的普及 嗯到今天我们中国的咱年龄大的人啊 咱老人家都有手机 嗯然后现在都会电子 都要求你要电子购物 对马上购物 对 而且呢就是随着这个我们人群的在不断的更新和迭代 其实我们去想象 呃我们像巨月府接下来未来或者是这段时间面对我们的客户 很多都是呃85后90后 没错 这样的人群 甚至未来我们马上就要迎接00后这样的主力消费人群 目标包括在迭代 没错那这些消费人群他们的这种成长经历和他们平时那种生活习惯以及或许信息的渠道就更加依赖于线上 所以我们是想年轻人我们不用操心对实际上其他家的是我我是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做营销的人和做策划的人有的时候思维是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嗯认为啊大家拿手机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肯定应该是90后或者00后 嗯那你要知道现在50后60后嗯已经成为也是网络上的消费主体是对吧以前他们会用拼的多嗯那么今天他们也一样在转变自己的消费方式 实际上我们做营销的人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市场需求依旧存在包括在这场疫情下面市场需求依旧存在 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新的市场情况下面打开自己的脑子发掘更多的客户 比如说就这段时间当然咱大家想有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是确实出不了门嗯然后大家依赖于互联网难道等以后能出门的时候疫情过去能出门的时候人们就不依赖互联网了吗不是啊只是中国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由于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方面走在世界最前列嗯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电商国家这绝对是第一然后如果最发达的物流体系 对我觉得可能是是其他国家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这个电商的总量多啊我估计也瞎说啊那为什么我们有足够的人群 还有我们有开放的意识和开放的头脑嗯为什么别的国家人口不比咱们少但是他推不动呢 嗯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呃不管是传统的互联网电商的这种快销品嗯还是说像最近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呃大宗的像奢侈品嗯甚至包括汽车嗯我们看到这一两年这个双11双12啊这种网上卖汽车啊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房地产这种固定资产啊或者这种大宗上消费品在未来的这种电子商务时代嗯也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消费方式 或者说是在线上电子商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产品啊这也是我们呃希望在未来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能够把我们线上置业直播间啊然后做的更加的立体丰富传递更多有效信息甚至去呃实现更多的交易功能啊啊这都是我觉得呃很好的一个转危危机的一个机会没错啊咱们赶紧转入正题啊我们现在评论区的网友们已经自己嗨上了是吧啊多少钱的 订问留言地铁站在哪儿好的好的非常非常多这种问题好那行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天房景乐府的试段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会分三个篇章嗯第一篇章的话呢会和明远总啊进行一个交流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重量级的神秘嘉宾对啊跟大家进行分享之后的话呢会有我们职业顾问给大家带来天房景乐府的一些明星房源以及在上下的 主要政策啊没错一些客户的优惠政策那你别走开啊那这个接下来的话呢先跟明远总共同几个问题啊呃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刚才也提到了呃除了开发企业像天房的话他责物旁贷的要承担很多的呃企业的责任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呃房地产板块啊比如说像在这个住宅我们天房在天津有很多很多的项目那我们之前也知道很多物业呢在这个时候都推出了很多呃利民的便民的一些服务政策和措施嗯那我们天房的 或者说我们景乐府项目在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啊是是这样的胡老师嗯就是我们天房发展啊作为我们天津本土深耕多年的这个商水方企业嗯和像全国性进入天津投资开发的这个开发商其实是有一定不同的嗯第一呢我们这边的开发的项目多对第二呢我们的开发时间会很长嗯嗯那个遍布着差不多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小区没错第三呢我们这边物业的服务范围会比较广嗯包括工件嗯鞋子楼对吧 是吧然后住宅嗯车厂等等等等是是是所以说针对于此次疫情其实我们跟像什么样上一般可能仅有几个建商小区的这种开发商从工作体量和工作的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嗯嗯嗯嗯针对此次突如一来的突如突如其来的疫情吧嗯我们天方发展华生物业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这个统一的疫情防控控制叫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各个在国项目嗯嗯层增压施工作责任嗯咱们叫华生物业 对天方发展华生物业天方发展华生物业嗯然后统一指挥统一压式工作责任嗯制定了六项那个防控疫情的六项措施比如说传达主扎传达上报宣传动员嗯出入登记那个玄区消杀然后外地返金来金人员的排查嗯嗯然后以及这个整个社区人员全面排查嗯嗯嗯就是针对于这些严密的措施其实是可以反映我们华生物业工作人员以业主安全为第一的嗯嗯 嗯嗯嗯工作工作原则和工作思路嗯嗯同时呢我们对所有在国项目都是一视同仁的嗯嗯就比如说我们的天方天态项目和委屈的嗯嗯2019年9月刚刚入住嗯目前迁入园区的这个业主不足20哈哈哈对对对对对比如我们刚刚入住大厦项目现在工建写的楼嗯嗯现在目前都没有复工没事我们都是统一要求都是执行统一的这个标策作战对对对对可以说我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为我们的业主啊 主持统嗯嗯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而且确实像刚才这个明元总说的天房可能和很多那些纯房地产开发企业又不一样嗯嗯嗯嗯对对对他们承担的这种呃业主的范围会更多对对对对对他不仅仅是一个小区几个小区的业主啊而且还有很多各种物业类型对各种别有些楼甚至咱都20年了嗯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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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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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刚才还提到还有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呃公共设施公共对对这个区域对对对这个区域然后都需要 天防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来去做好安全的第一道防护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 关于物业在这方面的 体系化的具体的措施 其实无非得益于我们天防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责任 包括天防至于天津 这样的一个企业性质 接下来能不能再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天防发展 我们天防企业府的开发单位 全称叫天津市房地产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简称为天防发展 是天津最早成立的 中国性房房地产开发企业 具备国家的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 也是天津市最早的一批 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一 当年最早的时候 它是世俗体业 没错 后来是股份化上市 2001年在上交所上市 简单天防发展 600422 对 然后我们公司 一直以人为本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铸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为企业理念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叫和谐天房责任地产 对 然后围绕着这个核心理念 我们进行了天津市的城市开发 不是商品开发 是城市开发 天津市的保障房体系开发 以及高品质的商品房 商业住宅 就这一些开发 不断的增加我们企业的价值 是 刚才提到了天房的责任当中 提到我们是为天津市民的这种生活空间 可能这个生活空间 既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的每一个家庭的这种居住单位 还有包括很多这种公共空间 没错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些 天房曾经在我们天津做过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工程 项目 是这样的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天房比如说像开发的拉雅院项目 昆宇家园 天房美域 这个都是先后三次 夺得国家广煞奖 对 然后像我们的美域新城 然后天房美域的西区和东区 都先后三次夺得了全国的土木工程詹天佑 优秀助来 对 助来小区金奖 这个都是国家级奖 詹天佑奖 是咱们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奥斯卡奖 是 是这样的 然后像这些都是国家级奖项 就贫图的国家奖项 其实也是能印象到我们企业这种强大的实力 综合开发能力 对 这确实是天津的一面旗帜 没错 是一个很好的名片 不仅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提供了这样的安居乐业的空间 同时 就刚才说的 很多大的这种市政工程 国家级的工程 城市级的工程 等等的 都是我们天房在去承担 建设的 所以天房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 在天津的老百姓当中的话 实际上有很强的那种口碑和认知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天房还在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实力和业务 像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景月府项目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天房百年宅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可能我想还有很多消费者和职业者 不是特别的清楚 能不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天房百年宅 对 天房百年宅 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百年住宅概念 源于什么呢 源于2012年 中国住建部提出的国家百年住宅战略 它具于建筑的长寿化 品质化 品质的优良化 绿色低碳化 为目的的全新的一代住宅里面 像我们知道 一般的住宅的房屋 构筑物 它的设计的使用年限一般就是50年 在50年的时候 会有一次强制的体检 判定这个住宅到底是不能使用 或者修理后继续使用 还是能继续使用 但是我们天房百年宅 是天房百年宅 是基于国家的这个百年住宅体系的理念和技术 推出的全新的一套 全新的一套 主体结构一百年代九星设计 一百年 对一百年代九星设计 全部干式公式 干式公义公法施工 全生命周期户型可变的全新的一代 住宅产品 这是一套基于新技术下的 对于房屋的 不管是它的施工建设 包括它的品质质量等等的 一套新的这样的一种体系 这个是在我们九月府实现的 而且应该也是天津的 像国家现在的 就是住宅部对于全国 选了只有16个这种百年宅体 全中国只有16套 天津的这个就在我们的分项目 对 这个应该说它并不是说 我觉得是叫做 新技术下面推出一种产品形式 我觉得不是这样 实际上胡老师 我觉得我还有点发言权 咱们中国商品房市场到现在 咱们天津差不多20年 有20多年的时间 中国整个整个 咱们就在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把它归纳到了住宅市场开发 住宅开发 咱以前咱就不说了 实际上咱们到今天为止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整个的建筑行业 以及我们的房地产开发行业 它基本上是个手工匠的活 没错 手工匠的活 虽然有图纸 但是也是 要靠工人一砖一网 靠工人一砖一网 然后在这儿披灰 浇水泥 等等是这样的方式来的 实际上它不叫做工业化 工业化的身上 对吧 这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咱们为什么我们消费者 在买房过程中 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图纸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这么多结构院 设计院 这个出图的 教徒的 很多人 图约也没问题 你买的零件有问题吗 水泥标号有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它毕竟是一个人为的 这样的一个工程 对吧 OK 我们说一个人来 手工雕刻 他如果是个匠人精神 匠人的话能煮好活 但价不够好 这一小区三千多套房 对吧 好几万人在这一起干的 他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匠人 而且衔接过程中会有问题 所以 百年宅 这套住宅标准 实际上它迎合了全球的这种 我说白了 叫工业化住宅 没错 工业化住宅 我们叫装配室也好等等也好 当然 中国有中国的标准 咱们提出的是 最起码这个住宅 要适应未来一百年的长寿化 优品化 优质化 绿色 等等 低碳化 等等这样一个套方式 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直播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意义什么呢 就是在于 您记得 我记得咱们以前咱们就说过 就是这一两年 天津的很多 有些房企 开始已经趋向于叫做科技化 那时候我们老说金茂甫 他的科技化 不光是他镶嵌了多少 他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化 没错 实际上这一次景岳甫把这一点做到了 是 做到了 这个一会儿咱可能还有详细的 但是我觉得 他是一套 叫做就像当年亨利福特发明汽车的流水线 那个道理是概念一样的 没错 原来是咱们悄悄打打 后来是流水线上的 按照一套标准 你完成一个模块化 模块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然后 但我们住宅的工业化 对 房地产这部分 确实是这个时候 住建部提出的百年住宅战略 在这个时候开始执行 对 刚才明媛给我们介绍了 关于百年住宅 或者百年宅这样的一个概念 具体的 比如说和我们普通的一些住宅 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剖析一下 让大家理解的更直观一些 这个百年住宅 作为区别一般住宅 这个全新一代的产业体系 其实最核心的一个技术 第一个最核心的技术 我们叫什么叫SI产业化 SI产业 S 这叫SI内装产业化技术 内装产业化技术 这个可能有点道口 S指的是像我们一个主体的建筑结构 S指的就是我们的承重体 我们叫支撑体 分为柱子 凉 对吧 简历墙 就是承重墙 I就是除主体结构之外的填充体 类似于地暖 空调 装修 包括部分的铺平管件 都这些 SI的 这个 SI的体系 是要把我们所有的支撑体 跟填充体完全分离 分开 分开 解决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主体结构 跟我们的填充体 它的设计是使用年限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百年宅项目的主体结构都是100年 100年 像咱的湖内装修 20年可能都达不到 现在将近那么快 达不到 但是如果我一旦更换 如果它不分离的话 我一旦更换这个桌子庭 有可能会影响和破坏 对影响和破坏 对 所以我们是鉴于这种体系的话 我们百年宅就可以做到主体结构 差不多100年 对吧 100年的那就行 第二 我们的管件不限 因为都是分离的 分离的 在整个100年当中 它不受更新老化 结构的能源 对 我们可以随时更新更换 更换 而不伤害这个主体结构 这是我们这个百年宅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 这是最核心 这是第二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室内大空间 房子随着家庭成长 这就叫人们常说 叫什么百变互行 对 对 我们天王百年宅 用的是 我们用的承重结构 是叫外置简历墙 室内单柱的抗展结构 外简历 对 外置简历 楼体外面 全部是简历墙 对 但内置没有 内置只有一根柱 就一根柱 其他的室内完全没有承重墙 所以呢 除了我们的这个厨房 卫生间这个用水空间 不能改造 那也不能改造 其他的都会随着你的家庭的那个结构 你的使用周期 可以 根据你的需要去调整它的功能 而且还是不伤害周期结构 对 还是不伤害周期结构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对 原来我们以前会做的时候 咱们在一些 承重墙 这你都要短 有些叫短置简历墙 对 做短置简历墙 但是呢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半是简历墙 市场那是不能打的 对 但这个咱们就是随着你的空间 这个你的居住变化 然后可以随着你的需求 这又是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很多普通驻扎有很大的区别了 对 很大区别 外墙 整个楼的外体是一个刚性的一个壳子 对 刚性的壳子 中间只有一根承重墙 随便分割 对 第三呢 我们叫什么呢 叫青钢龙骨隔墙技术 嗯 我们所有天方百年斋内部的隔墙 全部采用工业成品化的青钢龙隔墙 工业成品化 成品化 做好了 做好了直接安装 对 而且呢 青钢龙骨 它中间是空间的 对 也就是我下一个要说的管线分离技术 以及咱们刚才上一个说的这个随意隔墙的这个基础 对吧 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这个 随着我们的这个使用工 就是那个家庭的使用结构 不停的变换 就是而且用的是这个的话 避免了传统隔墙的那个不好的效果 嗯 而且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防开链 嗯 承重加固 然后隔音的这种 就是这种特殊的工艺 嗯 也避免了传统那种青质隔墙 强体排链 嗯 对吧 然后不隔音 然后不抗针 如果异地针的话 如果它塌的话 会非常危险的 对危险的这种弊病 嗯 嗯 这叫青钢龙骨 但我那我问 关于这个我要问一下 就是它的隔音效果如何 隔音效果的话 它比达到50分贝 会比一般的那个轻视隔墙要高很多 哦 要比轻视隔墙要高 对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 这就是 你比如我在墙上 如果要挂个电视机之类的呢 那没问题 也没有没有问题 啊 承重加固技术嘛 啊 承重加固技术 对对对对对对 这些都不受任何 跟跟我们的需求都不会 对没受任何的问题 嗯 下一个我要说就是管线分离技术 其实管线分离技术 也是基于这个SIP体系之下的 嗯 我们利用我们室内的管线 你看咱们一般家庭的师傅管线 都是在墙体开槽 在墙体开槽 埋皮皮细管 对对对对 一旦换就是 很麻烦 对对对 而且你要不留图 你这个后期施工 我跟你讲个很难的 我跟你讲个笑话呀 当年呢我在深圳 那时候呢 我先是租房子嘛 住在一个我一个朋友的房子 我租的 嗯 外面下大雨 嗯 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 嗯 出现了 咱们墙上的那个电源开 电源开关那块 流水 滑滑往外流水 真的吓死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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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电枣就关掉了 电枣就关掉了 然后从那个地方 哗流水 他就是沿着那个挖的那个槽 然后这样 沿着那个电线管 对 就漏水了之后 沿着那往里流 台下上了 但是我们这边你看布线 是利用青钢龙骨隔墙中间的空间 嗯 以及我们吊顶门空间合理不限 嗯 退合到我们的这个管道的外置系统 嗯 然后我们的那个检修口预留 是的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技术 嗯 对吧 保证了就是我们在管线可以随意维修 嗯 就是方便维修 而且在维修更换的话 还是不上海主体结构 嗯 没字 然后第五呢 咱说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模块化干式地暖技术 模块化干式地暖技术 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对对对 你看咱罗尔县上传统的这个湿式地暖 咱们就说叫湿式地暖 它怎么做地面上一层放钞垫 放钞垫 然后下一层卡子 然后把它摆在我的地内端 管盘上喊 然后水泥砧石料 对对对 像我们天方景 因为我刚才说了 听就是天方百年 这还全部都是 那都是干式工法施工 嗯 对吧 我们的干式地暖呢 是用青钢鞍骨 在地面上剁出 那个不同的这个模块 嗯 对 然后全部的模块化 然后把地囊管直接就卡在模块当中 嗯 所以卡在模块当中 然后上面呢 就直接可以铺地板 就跟那个拼图一样这样一块一块 拼在一起 对对对 上面 对 我不太想也有点像拼头 对对对 只是它是一块一块 是一块的 嗯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我能比一般的湿浮地暖 因为没有灰天层 我能节省4到5厘米的空间 哎 层高 对对对 节省了层高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原来我在房地产工会干过 就是 咱们铺地暖的时候 那些水泥砂石料非常非常重 对对 所以超高层 为什么不允许装这个地暖 是因为 每一层楼板 如果加上5公分的水泥砂石料 整个这楼体承重 要变得非常非常压力 压力非常大 而且这个的话 您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您这个暖气跟暖气管之间 对 这个水平向上是什么材料 那是 呃 是一层那个专用的那种隔超隔热板 哦 隔超隔热板 是轻质的 对 轻质都是轻质的 对对 然后上面直接覆盖的就是地板 地板和磁砖 地板和磁砖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 导热性也好 对对对对 这个散热什么的 你看散热性好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一旦这个东西有问题 你要师傅 好好维修 对这个画面都不可想象 对对对对吧 整个打磁砖地板先开了 对对对 水泥砂石要整个打开 这个其实就是每个打开以后 每一个模块坏了 直接把哪个模块 其他的都不受影响 是没错 这就是工业化 对对 那不会影响整体吗 就哪有问题 我就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 它的热能效率高 对 你知道就像咱们水泥沙江 那个 它外外倒热 你想 如果你们家没有浇暖气费 楼上楼下都浇了 你们家也挺暖和的 楼子是暖和的 因为它把那个全都给虚热了 但因为这个 你的暖气管是直接在你的地板上 只要稍微一热 你马上就 没错 人你你真的是 舒适性高了 就是舒适性高了 对对 然后呢 这个你看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其实是构建了我们天皇 百年宅的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同样再配上模块化的 这个储备系统 对吧 模块化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收纳系统 对 都是模块化的 然后模块化的这个 这个中央控调以及除埋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百年宅是精装脚房 对对对 精装脚房 而且整个全套系统都有的 没错 中央控调除埋 干湿 避暖 包括其实刚才提到就是厨房 卫生间 它也是模块化的 没错 也是模块化的 就刚才我们在直播前 卢尔来了之后 我们就先看了它这个厨房 这个特别是卫生间 然后第一反应就是说 特别像我们去日本 然后看到很多的 它就来坐宅 因为不管是顶还是低 地面包括它整个的 里面的这些公共设施 什么的 和我们那种普通 桌上的布局 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的地面 对的 这种处理 没错 这一次 像比如说你看这次 咱们遇到疫情的时候 人们又开始讨论到了 如何我们的厨房 卫生间的这种防疫化 防疫化 对 大家你要知道 当年香港的淘大花园 三百多户 三百多人被传上 是 那不就是因为低漏 回风 类似这样的这种问题 在这方面上咱们整个 咱们这一次百年宅 对这方面有处理吗 我没听听您再说一句 就是咱们这一次 这个地漏 类似咱们百年宅 就是它的盘水工程 对咱们这种 应对这种 对应对这种疫情 我明白您说 像你看天王百年宅 还是说 我刚才说的这套SI 整个的我们这套田中体 跟整个的都是分离的 主体是分离的 我们其中有一个叫 观景内置 就是观景外置的技术 像我们的排水管 这主的排水管 都是在墙体外 有一个集中设置观景 在墙体外 对在外墙外 就是它那个承动外墙外 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楼上冲马桶的时候 咱们是听不到的 对听不到的 你看它就同层排到外面去 对排到外面去 还是说 就是还是这样 一不伤害主体结构 第二方便维修 方便维修 它分离的嘛 当然问题是修哪 对明白了 这跟其他那种通层排水 那是一个基本一个道理 对 有一样 有 国际性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技术层面是有区别 对 我们还是不把它穿在主体的 这个 没错 没错 它不是在里面 它是相当于外挂到外面 挂到墙体外了 对 挂到墙体外了 那个通层排水很多是在 咱们电梯那一带 那管道景 对 这部分的话 稍后我们之要顾问 可以带大家 从样板间的时候 再具体的感受这些细节 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 对于百年宅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等我们疫情过后 等我们售楼处和样板间开放了 大家可以来我们现场 再去了解 网友们也在提这个事 跟大家再次说一下 百年宅 我们现在住宅部在全国推行的 未来住宅的标准 对 百年住宅战略 对 百年住宅战略 这个不光是说说景悦府 是要从景悦府 可能作为我们的全国16个事件之一 以后在全 在咱们的全国的所有的 这个住宅市场上 都会推行 都会推行 对 这个就像这个 大的说句话 就是从这种 节能 节约 环保 绿建等等的各项指标 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标准化的 一个程度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 今天这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特别 新鲜的 或者说是需要大家 对市场可以有一个更专业化深度的了解 这个产品还是区别市场很多其他的项目的 没错 而且让大家以后在 大家在选择和推荐 房子的时候 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标准 更关注于建筑本身 是的 不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些血统 没错 这个是对于百年宅可能有了一定的认知 不过没关系 一会儿的话 我们联系的那位神秘嘉宾还可以给大家做更 更专业的 明远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负责九月府 然后的营销负责人 还有天态 对 包括天防天态 所以最后这个问题我想问更实在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2020年我们景悦府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这样的景悦府 现在一期已经全部入住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景悦府的二期 现在有部分的现房子在热销 现在景悦府的三期 我们也会在今年 就是在今年全部推出 景悦府三期 对83平米到101平米的主力的粮食三食户型 这个面积很好 对 真的面积很好 粮食三食的一个主力的户型 对 对 市场主要需求 而且从总价上也是可以有控制的非常好 对 至于说我们一会儿说的像直播期间的优惠政策 但是一些优惠政策 一会儿会有我们的销售经理 一会儿给大家一个小惊喜 不许走开 对 对 有惊喜 那关于这个景悦府具体的产品 包括优惠政策的话 过一会儿有我们这个职业顾问 为大家做具体的这个介绍 那这个和明远的这个交流的话 我们先告一段落 就咱是对 对告一段落 但是呢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这个抽奖环节 抽奖环节 然后明远和洛尔这边配合一下 好嘞 咱们还是按照我 按照这样方式 对 大家这个 民喊321我来截图 没错 我来截图 现在大家还不知道发什么内容 截完图之后呢 咱们每个里面咱选五位 前五位 咱们截两屏 咱每次是十位网友 对吧 对 每次十位 这次的话呢 是由我们天方景悦府为大家准备的京东购物卡 京东购物卡 虽然现在疫情呢 已经越来越看好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少出门 对啊 用这个景悦府为大家提供的这个京东购物卡呢 可以买些家庭必须的一些蔬菜呀 和一些生活必须品 网上就可以买啊 对这样也继续守住我们的这个胜利的果实 这次第一轮抽奖 大家注意发的关键词叫天房百年宅 天房百年宅 这几个字大家都知道吧 对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了 然后大家把这个评论刷起来 对 评论刷起来 林远和陆老师跟大家这个这个这个抽奖 然后呢我再特别强调一下 所有一会儿我们中奖的网友要在2月26号18点之前 然后和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方式的话呢 就是在直播页面我们有一个联系 我们的标签 给大家看一下 这有个联系我们 就在这直播页面的下面啊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啊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之后呢 啊 把您中奖的联系方式啊 然后包括联系地址啊 您的姓名啊 这些个人信息啊 发给我们 我们会把京东购物卡的这个购物码 直接发送给您 好嘞 后来已经刷起来了 已经刷起来了 已经开始了是吧 啊 天防百年宅啊 第一轮十位幸运网友 好 那么您总说喊三二一停啊 三二一停 哎 OK好 好 还有咱再来第二轮 再来第二轮 啊 三二一停 哎 好 OK 这样因为咱们原则上头是重复网友 如果重复了不获奖 没错 那么呢 我们再截一次啊 再截一次 来 三二一停 好 OK 好了 三个屏 来 那么公布一下第一轮 获奖的幸运的网友 一共十个人 来 那么咱们就是三 一二三啊 从这开始 您来 您来在这选 选几个 就选五个 哪一个选五个 嗯 这用了十个是吧 不 这这上 对 每一屏音质选五个 行 选前五个就可以了 选择 那个网名为唐的网友 唐 唐 唐 铜锣烧125网友 铜锣烧125 嗯 嗯 捷灯 捷灯 嗯 捷灯 啊 不能 这枚动不了 他这就是这 三个 三个 嗯 马兆阳 马兆阳 四位 嗯 欢儿 欢儿五位 好 嗯 再在这儿 重复的就要顾虑掉了 嗯 嗯 亮 亮 光亮的亮 光亮的亮 第六位 对 看灰机 看灰机 嗯 卖珠宝的80后 哈哈 卖珠宝的80后 柠檬 柠檬 还有最后一位 清香茉莉 清香茉莉 好 不知道刚才网友是不是已经黑青了 恭喜这十位获奖的谢谢网友 ok 然后按照刚才要求 您可以通过联系我们的方式 把您的中奖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后台小编 会把京东购物板直接发给您 您就可以通过京东的电商平台去选择您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别了 啊 那好 那这个第一个环节的话呢 我们先跟明远总交流到这里 特别感谢明远总带来的关于天方百年宅 以及啊 还给我们留了一个伏笔关于九月府2020年的一些计划和具体的优惠政策啊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直播电话连线那位神秘嘉宾 咱们那位神秘嘉宾 最后面后面我们还有抽奖啊 不许走开啊 好 马上回来 我们是华商物业盛亚家人项目部的物业工作人员 我们政治常常集心协力防控疫情 我们坚守一切 大家共同努力 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疫情定格战胜 祝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津加油 天津加油 华商加油 我们是华商物业公司的项目服务人员 每日经济建设计划位 对工作区域提权区域进行严格检查 却把每个月份放进回家 是我们为人的职责 抗上疫情 我们是日深的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津加油 天津加油 华商加油 发生国业盛兴力行 送责维修人员 由业主介绍业主光秀的行动下 我们要做到自我保护 人人有责 祝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津加油 天津加油 发生加油 我是一名现场责维修人员 面对疫情 我义不容辞地坚守自己的岗位 绝不退缩 对进入园区的业主进行检测 提醒业主做好防疫工作 加强对园区的歧视工作 让业主安全安息 放行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津加油 天津加油 华商物业加油 新康进行检测 保护地坚守 公共检测 进行检测 国立党进行检测 每日六元区内 共同区域 都如如潮雨四次 交通工作 保证业主义 我们的川景战景正洁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津加油 天津加油 天方加油 花胜加油 整个 community 马上的桌上 天津 天津 比赛 满 mers 向前 是 池 !! 卡 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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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于说我们今天请到 有幸请到了百年住宅那个真神 没错 然后我们再听听刘总如何去 为我们解读这个百年宅 好 那我现在呢就电话连线 刘总 您好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直播连线 对我们现在差不多有2万多网友 好像刚才看2万多网友在观看我们直播 是啊 那刚才我们在直播的前面阶段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关于百年宅 所以呢您在这方面呢是特别权威的专家 而且呢我们网友呢对于百年宅呢应该说有很大的这种兴趣 希望能够对于百年宅有更详细的了解 所以接下来呢想跟您进行一个交流 第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关于百年住宅的核心理念和技术层面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 大家好 先给大家问个好 谢谢 下面呢我就从专业角度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百年住宅的和咱们签房这个项目的情况 首先呢 我要说的是呢 中国百年住宅呢是2012年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和日本的日中建筑产业协议会 签订了这个有一个叫中日住宅示范项目建设合作协议书 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呢 引进国际的先进的这个建设理念以及技术 说啊为咱们中国的广大居住者呢来建设一个啊可以说的面向未来的啊有这个很高的居住水准的好房子啊 那么作为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龙头和品牌企业啊 像大家知道的沙海绿地球降宝业以及咱们天津的天方发展啊 嗯嗯嗯嗯啊就成为这个示范项目的啊 吧啊那么我在这呢作为一个学者呢 我 NHS 也感谢呢天方发展呢 在全国的啊房地产建设的这种啊推动示范上做出的贡献 以及呢能在天津呢给这个广大居住者呢啊 啊给建设这种呢啊百年住来这种好房子啊 这个示范项目 简单来说 从理念和技术 是以国际先进的 这种理念为着力 去结合咱们国家 现在这种 绿色发展 以及转变我国的 这种建造发展方式 去推动 这个住宅建设的 这种引领和示范 其实它的 主要的 理念 应该说 有四个部分来构成 我们提一提来 比较简单 第一是叫建筑的 产业化 第二个 是建筑的长寿命化 第三是 品质的优良化 第四个是绿色低碳化 建筑的产业化 是什么呢 各位也应该明白 因为咱们现在住宅 应该说和发达国家相比 还处于一个 相对发展当中的这么一个阶段 咱们的 好多工地上都是传统的作业 民工这样来做 对 那么在发达国家都是用这种工业化的产业化的方式来建房子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 咱们天坊那房子 在全国 也不是说我在这地方特别夸张的来说 从全国的实际来看 比方说 它的装修 是采用工厂的布品 用这种工业化 装配化的这种 单作业的方式 来实现 是吧 这样实现呢 肯定比一个 那么过去那种传统工人 那么在这工地上 常常水水 水一扎江 这样施作业很多的建造的质量要好 那么 那么其实呢 如果说它的主要的技术呢 实际和理念是相关联的 我刚才介绍的话 那四个方面 产业化 长寿化 品质化 和绿色低碳化 实际围绕这四个方面的 基本理念呢 实施了呢 这四个方面的 叫技术集成系统 用这种先进的技术 其实呢 如果说具体的技术 应该说呢 有几十项目 那么比方说 这个里面呢 其实呢 我也可以把 有些有特点的地方 来介绍一下 比方这个里面呢 说咱们提到 叫百年住宅的建筑的 长寿命化 是吧 那么这个房子 估计在天津呢 应该是 据我个人了解 应该是唯一 唯一 我指的是唯一一个呢 长寿化这个方面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住宅 设计上呢 有一个规范的 结构设计规范 是吧 设计的耐久性呢 通常咱们国家的 规范来讲呢 是用五十年 的这个耐久性 来做的 比方这个项目在天津说唯一的一个 比方说 从这方面来讲 它的结构设计的耐久性是 一百年 翻了一倍哈 刘总 对 就是让这个房子呢 更加的长久 是吧 给每个老百姓 买的这房子呢 我们的目标 是做成一个呢 给它能流传给下一代的 一个优良的一个资产 是吧 既是一个社会的优良资产 也是 对 每个家庭 每个老百姓来讲 有特别长久 把这个价值 是吧 是一种保值的一种 住宅的产品 对 不知道我这样介绍 我清楚了没有 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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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刚才您讲了 这个关于我们百年宅的 一些核心理念 那在我们这个 落到天方九月府 这个项目上 我们采用了哪些核心技术 其实呢 我们中国百年住宅 那现在在全国呢 在全国各地啊 一个北京 上海 天津 这些主要的中心城市 基本都有 现在应该说呢 竣工和正在建设的呢 有十多个项目 是吧 其实都应该说呢 我刚才讲了 用国际的理念 在当地都一些 一些品牌的一些引领 一些标杆 是吧 其实 就项目本身呢 每一个居住者和老百姓 来买这房子呢 我们叫呢 和现在的市场上 这些房地产的产品 是不一样的 我们称其为 长寿化 高品质 低能耗的一种 百年住宅 这种新的一种住宅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呢 其实呢 实时的技术呢 其实我刚才讲的很多了 是吧 主要是想呢 通过这种建筑结构 我刚才讲的 这种耐警性的技术 以及居住的安全性的技术 功能性的移居性的技术 以及空间的可变性的技术 设备的可维护 更新的技术 材料的可循环性 以及环境的清洁性 建造的集成性 来实现和保证这种高品质 那下面呢 我就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吧 实际是这个呢 我们设计上 建造上 以及这种工厂化的 我们叫布品 以及考虑到今后 每个家庭的使用维修上 都用了非常多的 这种核心的技术 那么比方说 在设计上呢 实际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在天津市场 和全国市场上 我认为呢 也是少之又少 好多的都是学习 我们百年住宅的 这种基本理念 这个里面看见了 大家如果能看到户型 都可以看见 在一个房子里面 是没有这个里面 没有这个沉重墙 我不知道大家 就没有这个结构的墙体 为什么没有这个结构的墙体呢 不管你买了一个50平米 买了一个100平米 一个100多平米 是吧 由于这个里面 没有沉重墙 那么一个家庭的 买这个房子 去居住 20年 30年 40年 是吧 他就可以在这家庭的 全生命朝期当中 比方说年轻人买了 那么他以后有了孩子 要分屎 是吧 他就可以灵活的 这种装修改造 是吧 又不破坏这种 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这个非常重要 是的 我们从专业上呢 称其为呢 一个对家庭的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一个 适应性的一个设计 是吧 你非常容易 那么在你以后装修的时候 里面呢 根据你家庭的需求的不一样 每个家庭的这种 居住的阶段的要求 不一样 去灵活 去改变 是非常的好 是吧 另一方面 我觉得 从核心技术上来讲 这个项目呢 包括本年住宅 所有项目 特别应该 去了解它 这个我们叫建筑布品的 这个技术 这个核心技术 那布品是什么呢 那么实际就是呢 不是说在现场做 是吧 对 就一些在工厂的一些 高品质的一些布品 在这里面来积成 来做 来保证 这个住宅呢 最后能实现 它的良好的这种品质 比方说这个里面 我们用了 新风技术 干湿地脑技术 以及呢 施老化的这种技术 以及环保和装修这种 体系化的这种集成的技术 是吧 以及居家的全收纳的这种系统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比方说我就举 可能对每个的老百姓 因为我虽然是个学者吧 实际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居住者 是吧 好多房子 咱们现在在设计上 对这个家里的整个收纳呢 完全考虑是不足的 从规划各方面一开始 从选择部品 各种体系化的技术呢 都做了统筹的考虑 实践关系是不是 我这样介绍呢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让我们对于这个百年宅的 一些细节技术 也有一些理性的认知 那这个刚才刘总您介绍了 我们其实这个百年宅 从施工啊 包括我们这个各个模块组件上 其实是和传统住宅有很大区别的 那这个产品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产品 对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您 就是像这样的项目在建造完成之后的这种收工的验收标准 是不是也和普通住宅有很多的区别 这方面是有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个我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看到 其实咱们现在建国以后呢 其实 比如说每年呢 在城市当中呢 天津也一样 大量的这一些住房的建设 数量特别大 对 那么其实呢 因为我也是个居住者 也对国外 对国内呢 也有好多这种调研和研究的影响 是吧 其实可以说呢 这点来说 总的咱们住房的品质 不是那么很高 因为我今年也五十多岁了 可能如果用我亲身的体会来讲 比方说咱们现在房子经常碰到这些 这些标准啊 投入各方面比较低 可能说百年住宅这个呢 大家不知道 那了解 完全是按咱们如果说 新的时代的 应该说在国内最高的这种居住的水准 来做 实际它的规范是不一样 比方说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咱们国家有一本呢 国家的住宅性能认定标准 有国家的呢 绿色建筑标准 以及呢 有我们的百年住宅这种行业 在推的这个标准 简单来讲呢 这些标准呢 其实呢 都是高于国家的现行的标准规范 和国际接轨的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先进性 比方说我们百年住宅 这个里面的其中一条标准 就说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要做到管线分离 管线分离 对对大家听说 为什么要做管线分离呢 我想对每个居住者 每个住房的购买者 应该都非常清楚 我也是个居住者 我现在呢 在北京 其实住的这套房子呢 是 基本是二十年前 我们单位设计的一个福利分房 那当时呢 你想叫管线分离 大家知道啊 因为一个房子呢 它是有好多不同的材料 和产品组成 对 比方说通常的咱们的混凝土结构 应该说呢 使用一百年左右 应该是没问题 在维护的很良好 对 但这个房子呢 并不是光由混凝土组成的 因为它有好多装修 管道 材料 所构成 其实这些 它构成的这些 材料本身呢 它的使用寿命是不一样 比方说咱们的装修和管件 是吧 五到三十年 应该肯定要更换 就老化了 对 对 那么其实咱们每个居住者 也面临这样 咱们的房子为啥不好呢 不是说买的肉很好 其实真正考验它 是和一个汽车一样 是吧 在你使用的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 会不会很容易的可以 出现故障 很好保修 好维护 好装修 这应该是衡量咱们国家 当前居住品质和国外的 巨大的差异 是吧 那么咱们比方说 叫管件分离 我刚才讲 把各种管子都交到混凝土里 一个混凝土 一个建筑 我刚才讲 使用个百八十年 没有问题 但是那管子 这几十年 可能五到三十年 不同的管子 不同的补品要更换的 没错的 你把一个能用 五到三年要更换的 为什么要埋在一个用一百年的 这就是咱们现在前阶段的发展和认识数 遇到的问题 对 像每个老百姓都碰到这种困惑 现在我这房子也是住了二十年 一会儿水管坏了 一会儿电坏了 根本就检修维护 非常的困难 是没错 其实今天也算是和广大居住者和同仁们做一个交流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推进把管线分离这个做到咱们国家的国家标准 整体的提高咱们国家的住宅住房这种建设质量 在国外的发达国家 像咱们的邻国和日本 一个房子一个产品的后期的维修维护功能 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还有咱们的比方这个项目 咱们国家现在在大力推动这个绿色建筑的发展 绿色发展的理念国家在推动 我们建筑领域有绿色建筑的评价标准 这个项目也可以说在全国也是非常少的 在天津我认为是不是唯一一个 还有吗 我们绿色建筑的三星 是最高的绿色建筑的标准 以及在性能认定上 我刚才讲的性能 其实性能认定标准上3A的标准 非常高 好吧 关于这些标准方面 是不是我就可以介绍到这了 那么当然用标准的最后 它的基本的施工基本的品质 都是按这一块来验收的 好的谢谢刘总 非常感谢刘总 给我们带来关于百年宅的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 特别生动 非常生动 也非常感谢您 不客气 好 希望以后有时间继续和您交流 好再见 好 再见 拜拜 卢老师 听完了之后 有没有觉得发现一个宝 是啊 其实之前也对于解决府百年宅有一定的了解 去年我们还特别召开过一次发布会 但是今天跟明远总包括刚才听了刘总的这种更近距离的交流和分享之后 我的心里就是感觉突然在家门口发现一块宝 可能我们不去深度的理解和了解的话 可能确实很难看出来 因为这些东西它可能都是藏在基底当中 藏在这个项目的房子的血液当中 是的 然后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些之后的话 我相信大家对于景岳府的这种百年宅能够有了一个更全面的 甚至更清晰的一个了解了 没错 作为一个从业人员来说 应该这样说 景岳府的百年宅是我们未来行业的整体的这个标准 没错 就像刘总一上来说 这是代表未来的住宅 没错 我们能够对整个这个行业 对中国的楼市住宅市场看到一个希望 而不是那样混乱的无序的 说市场上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那我觉得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住店部开始由政府签头 已经把为了适合未来的规则都已经制定出来了 那么景岳府比别人先走了一步 至于说这个东西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全国推起来 我觉得我不知道 但是刚才这个东外总在提到的这个 别人的这种建筑标准按照就是按照50年设计的 那是这个是按照100年设计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我们镜头前的网友和我们大量的消费者 在买房和选择置业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看准方向 一定要看准方向 真的不是被那些表面的来吸引 对像刚才罗尔提到的 不要被那些表面的花里胡哨的东西所迷惑 还是要看到它的本质的这些东西 也许景岳府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网友了解到他 启用了这种百年宅的技术 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 也希望我们今天收看直播的网友能让你身边的朋友对于百年宅 多多传播 没错 确实我刚才听完了之后我就觉得 就长知识 长知识 然后觉得景岳府真的突然像一块突然被发现的一块宝 是的 原来你不了解 没错 而且有一点兴奋感 就让我们觉得市场和行业的发展确实是在这个时候 需要有一些真正的迭代了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这么的发达了 然后中国的房地市场 市场又那么的巨大 我们和工业化的这种结合 确实还是和我们像和邻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的话 还没有那么的快 这个时候我觉得 国家已经把百年战略 百年住宅战略已经制定出来了 接下来我觉得 以据据为代表的这些项目 逐渐的落地实施交房之后 我相信 未来特别的项目 必然推动这个 推动这些发展 对 所以就接着刚才卢老师的话说 对于职业者和消费者来讲的话 买房也是要有预期 是的 你买到的这个预期不是怎么样去支撑你未来的所谓的保质 对的 除了地段啊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 这种产品本身 没错 没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东岳总在谈到的这两个词啊 我觉得对我们的文科生啊 就是触动特别深 嗯 这种叫干式施工 嗯嗯 是吧 咱们传统的叫施式施工 对 所以呢 我们讲什么叫主要在产业化 什么是适合未来的这种市场的产品 嗯 首先一点 它得是干式施工的 对 是拿过来 来 按照部件去组装的 不是这个 这个毁泥沙石料 烫烫水水的在那混在一起 到现场就混在 对 包括它的施工的工艺 组装的工艺 以及未来的这种验收的标准等等的 实际上都比现在的普通图然要高很多 是的 就咱家里和面蒸馒头是吧 嗯 那个东西 你能蒸的很好 但多了 没错 蒸多了就不保重了 对中国的房产市场是巨大的 巨大的 对 确实是需要这样的这种迭代性的技术 去推动接下来这种市场 是的 是的 好 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刚才 明元总和刘总给我们关于百年杂这种推奖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请上来一位嘉宾 是我们天房 景元府项目的销售经理丁博焱啊 然后让他呢 再跟我们讲讲关于景月府 刚刚明元总留下的一些伏笔 好嘞 刚回来了啊 没错 让我们 欢迎 欢迎 来 来 接下来 刚刚我们听了刘总关于百年宅的介绍之后 让我们首先对于景元府有了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 至少先是一个符号上的认知 让我们对于他的产品区别于其他的项目的这种差异化 有了明显的认知 那实际上我们刚才明元总在最后呢 也留了一个小悬念 就是关于我们景元府接下来 我们的一些销售计划 包括2020年的我们一些重要的节点 能不能接下来让这个燕燕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景元府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房景元府的销售经理丁博焱 现在呢 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天房景元府的项目概况 特色产品以及现阶段的促销优惠活动 太好了 那麻烦导播 现在帮我切一下鸟看图 嗯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画面上看到这个 目前这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鸟看图 嗯 天房景元府呢 是一个拥有42万平米的一个就是成熟大盘 成熟大盘 12平米 12万 对啊 它分三期开发 一期呢是盛庭立井 二期叫盛庭明井 三期叫盛庭好井 总共呢是46栋楼 3488户 三千多户 然后项目呢 自建中学幼儿园配套商业 为了广大业主了以后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 嗯 小区的绿化率呢是40% 然后园林景观上呢以三轴四路一楼一花园为景观主线 嗯 以简约的设计手法呈现了园区内的小生态环境 嗯嗯 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来这个样本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十楼样本间 十楼样本间 对我刚才从这个小区入户大门进来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了这个整个小区的景观的格局的一个呈现啊 因为虽然现在是冬天 但也能看到呃我们绿化的这整体的这个布局 对基本完工 嗯 嗯 这个就是我们小区的一个这个鸟看的一个介绍 嗯 那么现在麻烦导播帮我切一下区位图 嗯 区位我觉得我特别开心能够和自己做邻居 对 因为侯老师就住这旁边 是 那应该对这块比较了解 对对对 他非常了解 景岳福所在的区域呢属于北城区外环以内 它紧连接着呢是北城道跟这个陈昌路 是 嗯 形成了一个这个三纵四横的交通网络 多条快速路呢可以直接通往洪桥南开西青河西 可谓是四通八达 嗯 距离呢天津西站也只有七公里 没错 嗯 距离南开区的广开街的八公里 嗯 距离老城乡呢是九公里 然后基本上开车三十分钟左右都可以到达 没问题的对 这个我有实际的发言证 因为我们公司在南开 我每天上班出门上快速 嗯 差不多因为我可能这个我们这个公司离快速路也比较近 所以差不多我上班的时间只有15分钟 嗯 开车上班的时间 确实这个很发达 嗯 还有呢 其实不光是这个快速路 嗯 这个离地铁一号线 也更近了 对 这个稍后我会详细给大家再说一下 因为这个地铁一号线它景约服属于 锐景板块 那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呢 这个配套也就非常的成熟了 嗯 可以让业主就是无需等待入住吉祥 嗯 然后其中包括交通配套呢 有地铁一号线就刚才您所说到的 嗯 距离柳原站呢是6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600米到柳原站 对 对 基本上步行就可以到达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龙舟道的公交总站 有十余条的公交车线 嗯 很多 对 还有就是咱们的医疗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路口红绿灯对面那个 对 我住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这是个公交总站 公交总站 嗯 那么教育配套呢 有这个瑞景小学陈昌路小学两个小学 嗯 然后医疗配套呢 有这个儿童医院 代谢病医院 嗯 然后还有那个商业配套呢 有瑞景影城 然后华人们家超市 嗯 特别要讲的还有一个生态配套 是刘儿苗普 没错 我的天啊 我今天来的时候就 我们站在厨房间那个厨房的那个 就是刘儿苗普 刘儿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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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儿苗普的它的这个占地面积呢 大约是在西郭公园的两倍啊 可谓是给咱做了一个天然的养疤 是的 那是 所以成熟的配套呢 嗯 为未来将来这个业主们的衣食住行 嗯 提供了很那个完备的保障 是 这边的这个烟火器真的还是很好的 嗯 确实是生活 我觉得可能叫烟火器 胡老师 这个 因为它和这个你说西南角啊 西北角那种烟火器 我觉得它不一样 嗯 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 它是 这个近20年来城市建设的一片新区 嗯 既在跟咱们的老城市紧密相处 同时又能享受着我们城区生活里绝对有很多没有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我想举几个例子啊 那比如说这周边有很多的这种城市级的配套 比如说咱们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 对吧 类似这样 然后再有 流园苗圃它可不是个公园好吧 嗯 它可不是个普通的公园 它是咱们天津的这几大绿费之一 嗯 那几大绿费 然后 那么最最老的最最成熟的我们地铁一号线 嗯 基本上和目前在 这已经开通了所有的地铁都可以换巢 全部换巢 对 少是这个出门了 您说600米 就基本是一个步行距离吧 是 就坐上地铁 你到哪都都方便 然后你如果开车的话 不远就是咱们快速路 快速路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域 区域和别的不一样 嗯 因为咱们有好多那种现在新区 原来这一片可能是厂房呀 后来就拆了稀罗花拉的 等它建成城市模样 没十年就建不成 是 瑞景其实也是用了十年的 十多年的时间 十多年的时间 你现在来到瑞景的时候 是一个 它跟天津老城又不一样好吧 嗯 它是个新规划的 但是又是个成熟成区 是的 我觉得这个年特别特别不错 嗯 对 然后呢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安的这个明星产品 也就是咱们的天房百年宅 嗯 这个这个护行图是我们的主力 主力护行 来我们可以 来 进行会看一下 在介绍护行之前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百年宅 这个现在楼座所在的位置 好 让大家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嗯 那么本安现在在售的百年宅 那是20号楼跟21号楼 嗯 两栋高层 20号楼呢 是22层到顶的 21号楼呢 是28层到顶的 嗯 全部都是两栖四户 那么这两栋楼呢 是位于整个小区 嗯 二栖东南角的位置 就是无论是采光 视野 嗯 都是最佳的 就现在我们在的这个楼 就是百年宅的这个楼 这是20 这是19号的 这是19号的 嗯 嗯 所以说从咱这看的话 咱也能看到 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对 嗯 嗯 他们都是两栖四户的高层 然后主力户型呢 是85平米的粮食 嗯 92平米的这个粮食 通透粮食 嗯 85和92 对 嗯 然后这就是现在我要给大家看到这个户型 嗯 首先咱看到这个户型呢 是92平米的一个通透粮食 嗯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H户型 嗯 这个在高层里的是编户的位置 编户 编户的粮食 嗯 嗯 然后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南北通透 动线合理 它的开家 客厅开家呢 是3米8 嗯 与南向的阳台紧连 就是紧连 嗯 对 阳光美景一步到位 嗯 厨房呢 是一体化设计 保持了室内的整洁 嗯 南北两侧各一间卧室 嗯 达到了这个动静分明 私密性非常的强 嗯 嗯 然后它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嗯 可以让您的居住呢 生活舒适悠然 嗯 嗯 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92平米的一个 最标准的经典 非常标准和经典 嗯 而且这个公共空间这部分 就客厅和餐厅 基本上是很通透 很通透 而且显得很大 对 就完全直接通透 是 就我们现在坐在这两个厅 就是基本上是 对 嗯 然后后面的这个户型呢 是 后面的这个户型呢 是咱们现在在售的是85全阳两局的一个户型 嗯 它的这个户型主要的特点呢 是格局方正尺度宜人 整体的这个户型的动线非常的合理 南向的这个阳台呢 可以自然通风 提供了起居使无阻挡的这个阳光 嗯 然后餐厅这个位置 嗯 餐厅跟这个起居使呢 结合增加了室内的空间感 嗯 然后主卧是非常宽敞和明亮的 嗯 然后尤其 然后咱们谈到这个次卧的 说到次卧 还有衣帽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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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如果要是等房结婚的赶紧考虑啊 直接的交钱来拿钥匙啊 而且还可以少交税 嗯 新房的税费 嗯 哦 对对对对 新房的税费 对 不是二厨房 所以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抓紧去咨询 嗯 所谓就是百看就是百文不如一间 就是真正买到现房了才能买到真正安心的房子 没错 是这样的 是的 可见即所得 没错 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了 嗯 所以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如果有够房置业的这个朋友们 请尽快的这个来 对 咱们直播页面下面有广告872222 对吧 对对对 这是咱们电话啊 赶紧打电话 那具体的再给我们说说目前我们在收的这些房源 现在整体的一个价格情况什么样的 嗯 现在呢 刚才说的是我们2737的毛皮房 现在我着重讲一下我们百年住宅产品的这方面 嗯 对作为这个我们天房景业府独特的这个产品 呃 所以借助本次直播呢 开发商天房发展公司也做了就是史无前例开盘以来最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对 那这看直播的话绝对是值了啊 对 然后呢放出了呢就是上述的五套这个明星房源 也就是刚才刚看到的那个户型 嗯 对呃 这个五套房源呢无论是这个楼层 位置采光 都是最佳的 嗯 而且定监只需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 对 三千块钱定一套纯线房 对 只需要三千 租房都下不来啊 对 三千块五套不是一万五吗 行 没你们什么事 一会我全拿下 三千块钱这个还没有说完 后面还会有清洗 嗯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五套房源分别的这个价格 包括这个楼层 好 嗯 首先呢是二十二十号楼的 嗯 是二十号楼一层的1101 十一层 十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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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单价呢优惠两千 对对对 将近两千元 对对对对 那我们直播呢 直播价格 单价 两万两千二百八十三 总价是两万零五万零六百八十七 两百零五万 两百零五万 对单价又便宜了一千多 总价比原价便宜了 两百三十万 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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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三十万的房子便宜了三十万 对 现在叫两百零五万 两百零五万 一套精装的百年宅 百年宅 对 这直线是直播价格 直播价格 这个是这个九月份交房的 刚才说的 现房是属于毛批房 毛批房 百年宅精装的 百年宅精装是九月份交房 对 所以说它会晚一点 嗯 但九月份 你不用你装修了好吗 对 那也是毛批房 对 你现在买现房的话 等疫情过去之后 你再装修 再入住也差不多 哇那天哪 我这真的好心动 你不是限购吗 限购 我们这是七十年的主张 你们来 你们上 那第一号房源 是二十号楼的十一层 给到我们直播的优惠价格是 两百零三万 两百零五万 两百零五万平米 我觉得天空发展真的是太给力了 没错 第二套房源呢 同样是二十号楼的一门1103 十一楼 中户85.24平米 它的销售价格是两万四千七百 总价是两百一十万五千四百二十八 那么我们现场的优惠价格是两万两千七百五十四 总价是一百九十三万九千五百二十 那么直播价格是两万一千六百一十六 总价是一百八十四万两千五百四十四 原价两百一十万 直播的价格是一百八十四万 对便宜了二十六万 一百多一百八十四万 对就是说您一百八十四万可以买一个 接近于准线房精装修的百人宅房 85平米的这是 85平米 对 第三套房源是 这个价格我天哪 好便宜 你看到这个价格 基本上能把你知道远郊的很多地方的价格 你都拿不下来了 你还是精装呢 对还是精装 对 然后第三套房源是 二十号楼一门1301 也是一个全洋的户型 85.24平米 销售单价是两万四千三百 总价是两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三十二 现场优惠价格是两万两千三百八十五一平米 总价是一百九十万八千一百一十一 那么直播优惠价格是两万一千二百六十六 总价是一百八十一万两千七百零五 这又比刚才这一套一百八十四万又便宜了三万 又便宜了三万 对这套是十三层 对 十三层 那是二十号楼的一门1504 这是一个金角的户型 金角93平米的 93.12平米 它的销售单价是两万五千七百五十一平米 总价是两百三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十 那么现场优惠价格是两万三千七百二十一 总价是两百二十万八千八百九十 那么直播价格是两万两千五百三十五 总价是两百零九万八千四百四十六 这套便宜了三十万 便宜了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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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了三十万左右 便宜了三十万左右 便宜了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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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源是20号楼一门的1601 是一套银角的户型 它的建筑面积是92.03平米 销售的价格是25462 总价是2343268 那么现场优惠价格是23456 总价是2158618 那么直播优惠价格是22283一平米 优惠总价是2050687 这也是29万将近也是30万 15层和16层这个位置会更好了 一共是5套特惠房源 每套最小的200万出点头 然后80多平米的基本都是180多万 然后是我们百年宅的精装 9月份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交房入住 如果我们的这个疫情能够马上就回复这个工程施工的话 差不多90月份 金秋时节 就可以 挨着留言地铁 听到入住了 挨着留言苗圃 挨着儿童医院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那所以接下来刚才你提到这个三千元定金是怎么操作 这是什么流程 以上的这个房源呢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间 然后加我的这个微信 然后或者是寄一下我的电话 我们的字幕应该会有 打出来 对会有会有会有这个样的联系方式 对 我的电话呢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是13502042878 13502042878 287 您帮我打上 我帮你打上了 谢谢 走 大家可以联系我 定监只需要三千元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说大伙不方便出来看房 所以说呢可以联系我 我告诉大家是怎么操作 那么同时结合目前的特殊情况呢 开发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放心购的一个活动 哦还有一些措施是吧 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荒门还会有惊喜 还有惊喜 对 这是一个放心购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力度非凡 其中包括三项 第一项的话就是无限时无理由退还一项金 就是你随时 就在三千块钱 对 我要是不买房的话随时可以退给我 对 无理由无限时 随时随即申请随时就退 基本上是七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完结 啊 无限时不要理由 如果我要买了的话 这三千元就并到房法里面 对这就是后面有一块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月之内买贵了包推 一个月的买贵包推 然后即缴纳一项金之日三十天之内 如果您发现了本案有同类产品发生降价行为的情况下 是异项金可以按照最新的价格进行认购或者是 哦明白 那就是如果降价了您按照降价最后的价钱我直接给您 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这五套座位房源绝对是您的抄底价格了 对 这不光是这我觉得是这个区域天津市这段时间最值得抄底的这三套吧 不是三套吗 五套 我留两套 太便宜了 所以说这个放心购的这个状态呢 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安心可以在这个就是特殊的期间去在线上选购房源 是 还有第三点 我觉得三千块钱我如果真要是有一点我先压着压着对吧 然后过些日子如果条件可以我来实体再看一看 成的话就就就就买了 不成的话这三千块钱还能原封不动 不成转给别人 不成的话对就像您说的可以转给别人 对 我要说放心购的第三项 对 也就是说是全民营销 对 无论是新老客户或者是老个业主 都有资格 都有资格去缴纳一项金来锁定房号 如果后期您自己购买就像您说的您自己购买 那么这三千元的一项金呢可以转为到房款里 对 对如果在您购买之前由售楼处就是转售给他人的情况下 那么不仅退这三千块钱的一项金 并且还给予您五千元的全民现金奖 就是相当于我这三千块钱压这套房如果别人买了 然后还额外能够等于是要给我八千块钱 有五千块钱的奖励金 对 是吧 比如说是您买了这个房子了 比如说您到时候到现场来看 如果觉得就是个人的因素呀或者是客观的因素呀 您不想买这套房子了 您可以转接转接给您的朋友 向您的朋友介绍 亲近朋友 明白明白 他如果买了这套房 对 还会有一个五千块钱的奖励 对 对 你知道这个疫情期间 你想怎么能发点小财吗 马上把这五套全认一下 对 也就是您买了 还挣两万五吗 没错 对 但是这个问题就存在一个就您说的这个可以随便买 他只能是一个身份证 锁定一个房子 我们公司好几十人 一个身份证呢 只能对应一个房子 那当然 那当然 我不能拿这个当作一个投机导把的行为 对 对 这个现在国家管控的也是比较严格的 是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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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应该是这样的 要让这样的实惠和真正优惠政策 汇集百年 给到我们真正需要想买房这些消息 老汇集百年 不要把它当成炒作的机会 是的 但是我是觉得 说实话 这次天房发展的真的是诚意太多了 太给我们面子了 这个 统共就是原价就两百多万的房子 要一口气给便宜了三十多万 我的天哪 而且 这个区间精装的 这个位置上的 胡老师你算是两万出头的房子哪有 所以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讲 这个机会不仅是能省钱 而且还是能赚钱的一个机会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几次线上这些直播间 也一直在跟大家沟通 就这个时候呢 大家的买房需求还是有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的原因 开发商呢 也会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的 然后促进市场这个活力的一些政策和出来 所以真的 这个时候大家买房啊什么的 恰恰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 和网友说 再加推几套吧 多推点这样的 五套一会都没了 说现在开始加你微信了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直播出去啊 这五套房这个大家肯定 看直播的啊 您可以这个抓紧考虑 如果您周围有买房需求的朋友 今天没有看直播 您也可以把这个信息 告诉给您身边的朋友 好的 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五套特惠房源 能够给大家带来实惠之外的话 也许天方还会陆续的再给他 推出一些特惠的产品 另外通过今天的这个直播 让大家了解了天方的白年宅 没错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炒作概念 它是未来的地产的一套 未来的市场规则市场标准 是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 这个大家既获得了知识 找到了方向 然后又能够遇上 这次给出这么有力度的优惠 我们叫特价房 或者叫做明星房源 但是它可不是那个 边边角角垃圾剩下的呀 都是金角银角 都是中段的 最好的楼层 对吧 然后又能拿到最便宜的价格 这真的是潘江源简陋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这个我觉得那就让我们这个高潮再接一轮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第二轮的抽奖 好好不好 咱们再继续抽奖 跟刚才的规则一样 还是大家发送天方百年宅 这几个字啊 天方百年宅到这评论区 然后我们还是抽取十位的 一会儿还有这个院来说这个三二一啊 等大家刷起来 对它有点 五个字 天方百年宅 天方百年宅 然后中奖的网友 还是在2月26号的18点之前呢 和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方式的话呢 就是在直播页面上联系我们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然后通过后台私信 把您的个人的信息发给我们 我们把京东的购物码发给您 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第二轮的抽奖 来 已经刷起来了 来 准备第一屏的截屏 三二一停 OK好 再继续天方百年宅 大家赶紧刷 三二一停 好 OK 我们再留一屏 留一屏做备份 三二一停 好 OK 我们公布第二轮的十位幸运网友 每一页里面你选出五位 咱们这倒数一二三啊 开始 我们还是这样 这是刚才已经中奖的网友 就不在后呢 那什么了 新雨 新雨 新喜的新 下雨的雨 下雨的雨 对 一个了 然后尺寸不对 尺寸不对 对 两位 呃 呃 彩虹的微笑 彩虹微笑 没问题 嗯 然后 橘小熊 橘小熊 没问题 嗯 复工快乐 好 复工快乐 好 正位上 五位 五位 恭喜正位 嗯 嗯 这个橘小熊 刚才已经中奖了 对对对对 再选五位是九千万少女的梦 九千万少女的梦 我得听 嗯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迷你 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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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刘夏远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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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远 刘 刘远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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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三位 啊 然后这个新宇刚才 哦 新宇刚才有了 现在几个了 还差两个人 还差两个人 大家及时和我们联系 我们就把京东购物卡的 这种消费码发给您 嗯 您就可以直接在线上 采购一些 时下当下必须的 一些生活用品 嗯 再次感谢 景仪会也感谢 艳远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 精彩的分享 以及这么特惠 特别实惠的 这这几套明星房源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会继续跟着 艳艳的镜头 让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一下 我们这92平米的 样板间 实体样板间 对 因为刚才我和卢老师 已经先赌为快了 确实有很多的地方 细节和工艺 和我们普通传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 大家就跟着艳艳的镜头 我们广告之后 嗯 然后回来 然后大家一起跟着艳艳一起 去看一下我们的实际 实际的参观一下 我们的百年斋 没错 好 大家不要走开 一会儿继续跟着艳艳一起看方 好嘞 一会儿见 嗯 我们是华商 优优独播副业项目的 物业工作人员 我们正是常常 极心协力 防控疫情 我们坚守一切 大家共同斗力 做到防控疫情的工作 疫情定格战胜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建筑加油 建筑加油 华商加油 我们是华商 优独播副业公司的 项目服务人员 每日坚持建设岗位 对工作区域提前区域 进行严格检查 现场每个业种 防御区域 是我们为人的职责 抗上疫情 我们是职位分子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建筑加油 天筑加油 华商加油 华商国业盛听力情 总统统统人员 由业主 借到业主帮秀的行动下 我们要做到自我保护 人人有责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筑加油 铁锅加油 华商加油 我是一名现场自卫人员 面对疫情 我义不容辞地 建守自己的岗位 绝不退缩 对进入园区 对业主提醒 这个检测 提醒业主 做好防疫工作 加强对园区的 学士工作 让业主安全 安心 放心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筑加油 天防加油 华商务业加油 现场自卫人员 和保护人员 武汉监 主席的 业生情话 和立当 警示者和美日 两元旗内 共同期 无路 导致 四次 交通工作 保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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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定 战警正业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天宁加油 天方加油 华商务加油 天青 哈 宽 中传 走 敌人 领 警告 拜 ív 安 公 当歌 中后国 手 有些手势的客人 靠我 市 中 北市 香港 我们家 中 北市 北市 闻 来 防守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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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到改造 很多有经验的朋友都会想到 墙体内的很复杂的线路问题和维修问题 那么在我们百年宅呢 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SI管线分离技术 我们的所有的管道都在我们的吊顶 我们的吊顶呢 配备有水电暖路 还有这个安防的线路 所以说在您改动的时候 不会破坏墙体 而且我们有专门的检修口 所以这个给大家的 日后的这个管线维修啊 还有空调设备维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92平米的这个样板间的玄关部分 这个现在的这个疫情的发展呢 很多客户也觉得这个玄关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为一个全屋的屋区 那么在您进门之前呢 可以不把任何的灰尘和这个病菌 带到这个室内 而且室内保证了整洁干净 而且我们的这个玄关呢 是专门为老人和小孩设计了一个这个换鞋灯 是可以折叠的 然后把它放起来之后 是不占用您室内的任何空间 而且我们右手边呢 还有一个这个储藏柜 可以放您的钥匙 包 还有一些小零部件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女性的需求 我们会有这个换衣精 在女士出门前呢会有一个整体妆容的一个 一个方便的使用 下面给您介绍的呢 是这个样板间的客厅和阳台的位置 客厅和阳台相连 客厅的开间是三米八 而且客厅这块阳台会有这个 我们采用了集中收纳的这个系统 会给您设有这些小柜子 然后客厅外面的阳光包括通风 还有外面的景色是一览无遗的 对于您家庭的聚会和待客 都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之地 那么我们上方呢会有新风系统 跟中央空调 在这个比较干的秋冬季节 可以达到一个通风的效果 还有我们主要提到的是这个地彩暖 我们的地彩暖呢 区别于传统的地彩暖 我们是没有魁田层的干式地彩暖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好在就是散弱均匀 低能减排 而且就是当它有渗水的这个 当它有渗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不用破坏地面 所以它可以有一个方便维修 日后维修的一个检修方便 再有一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餐厅位置 我们的餐厅跟厨房是一体的 洗切炊可谓是一体化 保证了室内的这个清洁 我们的这个厨房的位置 厨房的位置呢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L型的这个厨房设计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人性化的下拉式拉篮和一个就是掏插柜的一个分离器 而且我们所有的厨房的品牌都是老板的品牌 再有一个这个餐厅的位置 餐厅的位置呢 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可以打一个隔端 然后把它作为了一个小三室 就是一个多功能型的小三室 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跟客厅的位置的这个一个的介绍 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卧 我们的主卧是朝南向的一个主卧 我们的开间呢是三比六 它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生活居住的一个所需的一个面积 而且我们的主卧跟次卧呢是那个南北通透的 而且中间隔了一个卫生间 所以说呢它的私密性会非常好 然后这是我们的次卧 我们的次卧呢 大家可以改造成一个这个婴儿用房 然后包括那个女士的衣帽间或者是书房都可以 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卫生间 我们的卫生间属于干室分离的一个卫生间 那么首先给您介绍一下干室干室这部分 干区 干区的话它会有一个三面的一个化妆镜 对于女士来讲它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完全看到您的侧眼 而且里面可以收纳女士的一些小饰品 然后这是我们湿区部分 湿区部分呢我们主要地面上采用的是MAC材料 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防滑性极强 不易积水 而且女士的脚踩在下面的话会特别的温和 不会感觉到冰凉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楼 我们的地楼是非常深的一个地楼 所以说不易反弯 而且它是多层的防护网 像女士一般洗头的头发掉里面都是非常容易清洁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水 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楼上楼下的排水系统都是一体的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样板间呢 我们的排水管道都在自家屋 是我们百年宅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好处就是在自家的水排在自家的管道里 不会就是产生这个邻里邻居的这个一些纠纷 这个就是我们百年宅的一个介绍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加我微信或联系我 谢谢大家 然后下面请我们的这个导播把这个切到演播师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是百年如初见春暖祝勋朝天方景月府线上这直播间 刚刚我们通过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聊了聊 关于天房百年宅 让大家对于景月府项目又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认知 也让我们感觉真是如获至宝 是今天是一场冲击力特别特别强的直播 没错没错 这个确实不仅是百年宅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 代表着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方向 和这个趋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认知之外的话 刚刚艳艳的又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大的惊喜 对 五套极其优惠的特惠房源 然后在北城环内这样的一个区域 用180万到200万这样的总价 买一套9月份就可以入住的精装项目 基本上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 没错 刚才我跟胡老师 我们两个在外边在聊天在说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价格 咱又是买的话 能在天津什么地方买到 对 这基本上这200多万 如果大家一直买房的话 肯定也知道200万能在什么样的 站在外环线 往外一指 对 对 远远很直去 远远很直去 是的 可能也都看不到这样的房子 没错 所以在确实是环内 然后交通相对便利 城市生活配套又比较完善 同时的话 9月份就要交房的一套 这五套准线房 准线房 没错 关键是价格 这个价格200万到18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太有杀伤力了 没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抓紧 一个是3000块钱的定金 另外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您的朋友 然后如果大家刚才没有记清楚 那几套特惠房源的话 稍后我们也会在我们十大置业群 把这五套特惠房源再次特别明确的发给大家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和我们的置业顾问 或者打我们的授罗处电话 在我们项目取得联系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机会难得的 这五套特惠房 我也觉得特别感谢天方发展 能够给我们直播定出这么好的促销价格 是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直播 让大家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天方作为一家有责任的房型 它不仅在特殊时期会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之外的话 也确实一直在为行业的发展默默的做着很多事情 没错 所以咱们全国一共16个百年宅的一个试点 就放在天津 就交给了天方发展 没错 也确实只有天方能够承担起这样的示范的先锋作用 当然我们也希望靳岳府是一个开始未来天津有更多的项目去使用百年宅这样的技术 刚刚刘总的也给我们特别详细介绍了百年宅的一些理念 包括它的一些技术细节 不管是住宅的长寿性 包括它的健康环保等等的各项技术都是领先的 所以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包括刚才卢老也提到的 在买房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意识 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房子 可能百年宅真的在接下来就成为我们买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配性的参考 没错 它就是未来的市场的行业标准 是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 我相信像靳岳府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技术的 也应该会把这个技术应运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看完这场直播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陆浩说的 我们既长了知识 同时的话也能够得到这些实惠和优惠 没错 成为我们靳岳府的业主 对 今天是咱们叫做二月初一 二月初一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 明天就是咱们中国人特别传统的二月二龙开头 虽然可能当下特殊时期没有办法理发 但我觉得毕竟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月份 救急当狱 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正月里面 可能我们中国人经历了很多很多 这一生也难以忘记的一些事情 但是新的一个月份又开启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也在越来越向好 对 企业在积极的复工 没错 包括我们整个疫情的控制也是越来越好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保住这样的盛果 在二月这样全新的一个月份 真的春暖花开的时候 明来全新的生活 对 随着我们二月二龙抬头 我觉得中国这条巨龙依旧会重新的来 那叫做在这个世界的经济的这种无几上头 没错 当然我们的直播间也不会就此关闭 未来的话 我们肯定还会希望能够通过直播的方式 通过现象职业直播间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的话 继续和网友进行深入的交流 为我们带来全新的一手的房地产市场的最新的资讯项目的动态 所以我们今天天方纪约府的直播间 基本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为大家带来天方更多的项目 比如像明元总书负责的天方天菜项目 也是城北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的项目 也希望能够在很快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分享更多关于天菜的一些项目动态 也希望到时候天菜能够再次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 更有利的惊喜 那也是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 同时也恭喜今天中奖的20位网友 也请你们尽快的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会把这个京东购物卡的这个购物码发给您 采购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